南版周冬雨爆红,相似度高达99% 早前,中国女演员周冬雨评注电影《西月》与安生夺得金马领后后,其话题就没断过,而且活泼可爱的形象也一直受人喜爱。 话虽如此,但她的小眼睛不是每个人都接受得到。 近日,山东一名叫东瓜哥哥的男网红,就借助与周冬雨相似的样貌走红,或称南版周冬雨,更有人说她是周冬雨失散多年的哥哥。 东瓜哥哥表示,她真名叫孟浩,本身喜爱表演,但始终没有得到太多演出机会。 还曾在试境时被人要求交押金,骗去约5000元人民币。 现在,她因模仿周冬雨而突然爆红,她说单纯是为兴趣并感谢大家对她的关注。 这也算是自己的梦想得到了一份肯定吧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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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而,冬瓜哥哥的模仿同时引来周冬宇粉丝的批评,反映两极话 有人嘲笑他是丑版周冬宇,并留言样貌如周冬宇被蜜蜂折肿了眼睛和鼻子一般,认为他丑化了周冬宇 但却有人留言称赞冬瓜哥哥神恢复了周冬宇长相的小眼睛,单眼皮,小脸和小嘴 大叹周冬宇看了都要怀疑这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哥哥,快去找你妹妹周冬宇吧 对于这名南板周冬宇,大家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在下方留言并分享让朋友知道,大家一起谈谈吧